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豪 每天想锻炼又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办呢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套健康操 只有9个动作 每天早上做一次 舒服一整天健康一辈子多活20年 第一个动作早上起来搓搓脸 首先把自己的双手搓热 然后从鼻翼的两侧 从下往上搓到额头 再从额头搓到下额 从下往上 再从上往下 连续搓9次为一组 每天早上我们搓2-3组 经常搓脸可以疏通面部经络 活络气血防止老年般的发生 第二个动作肩部运动 缩缩肩缩缩头 双手手臂自然下垂 头部保持中正 向上缩肩 放松 把肩膀向上耸到自己最大的程度 猛然放下 连续做10次为一组 每天可以做两组 两组中间我们可以稍事的休息和放松一下 做完之后颈部会感觉到微微的发热 这个动作有助于消除肩部的酸痛 不要转头也不要抬头和低头 移上一下为一次 移左移右为一次 连续做三次 之后再来顺时针的转动眼球三圈 逆时针的转动眼球三圈 做完之后呢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搓热 用掌心来温暖一下自己的眼球 转动眼球能够消除眼睛的疲劳 让我们一天眼睛都明亮有神 第四个动作 颈部运动把脖子扭一扭 脖子左右 前后 次数不限 前后左右来回的扭一下 以绝的颈部放松维度 可以预防我们颈部酸疼 也能够恢复头脑的清醒 第五个动作 手脚运动 站在平整的地面上 首先抬起我们的左腿 把脚向上踢 同时呢用我们的右手的手掌 去拍打左脚的脚侧 一 换右脚 一左一右为一次 连续做十次为一组 每天早上呢咱们可以做上三组 这个动作能够锻炼手脚协调 活动关节 为我们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做准备 第六个动作 腰部运动 还是站立在平整的地面上 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 双手握拳平举到胸前 然后向左右转动自己的腰部 在转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头部不动 髋关节不动 只转动中间的腰部和脊椎 一左一右为一次 十个为一组 每天早上连续做两组 这个动作能够拉伸腰部的肌肉 改善腰椎 改善腰痛和腰酸的问题 第七个动作 最后帮助我们瘦腰捡肚子 第八个动作 腿部运动 后踢腿 我们站在平整的地面上 手扶墙壁 然后身体重心 首先向右腿倾斜 左脚离开地面 前后随意的甩动 在甩腿的时候 膝盖保持放松 微微弯曲的状态 甩腿的幅度 以自己最大的幅度为标准 能甩多高就甩过高 但是不要刻意的去用力 左腿甩腿二十次 再换右腿甩腿二十次 这个动作能够保护膝关节 减轻膝关节的磨损和疼痛 最后一个动作 全身运动 大甩手 我们站立双腿分开 与肩膀同宽 然后把双手的手臂向上抬起 平举到与肩膀齐平的位置 然后放松 把自己的双手像自由落体一样 让它放下去 这时候会带动一个惯性 手臂会甩到身后 一边甩手 我们一边还可以微微的下蹲 甩手的动作 能够疏通我们身体的经络 让我们整个身体都动起来 带来我们一天的好心情 九个动作虽然多 但是您用心看视频会发现 我是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 为大家来编排的这套动作 所以它也是非常好记的 就算是中间您忘记了 或者是顺序错了 也没有关系 每天早上设练一遍 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